大家好 给大家更新一下我这一小片牡丹园 牡丹和韶药园吧 然后我发现进入4月底5月初以来 这个花园里真的是不仅仅是一天一个变化 甚至一天的上午和下午都变化挺大的 我想我这个再不拍的话 这真夜牡丹都快卸掉了 现在正是它开的茂盛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牡丹还是挺漂亮的 大红的颜色 然后它的植株还是挺大的 我想这花怎么地也有二三十朵左右吧 有些你看这里已经有点像要开拜的迹象了 然后这一朵的话是开的正好 然后它是那个塔形的 所以说那个花瓣特别多一层一层的 然后它的叶子的话就像那个form一样 所以它那个英文名又叫form 所以给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全貌 特别漂亮 看一下 这边也有 它这个花其实是有香味的 香味还是挺好闻的 有一种 我感觉有一种那种中草药的味道 我这里还有一颗那个牡丹正开着花 一共开了两朵 早上我走的时候底下这一朵比较小的还没有开 你看现在都已经开了 我们今天这里有大太阳 所以中午的话这一颗早开的比较大一点的 都已经被晒伤了 所以还是这一朵小的好像花形还比较美观一点 然后我其实把这个照片发到我所在的一个那个花卉群里面 然后让大家鉴定这是什么品种 有金大神鉴定 这是那个所谓的洛阳红 因为我这颗是从老房子那边移植过来的 这是移植后的粗花 当然在老房子那边是开过花的 我一共大概买了 就几年前买了十几种中原牡丹 其中就有洛阳红 所以我觉得这大神的鉴定应该是对的 当然如果看视频的 你们有很懂牡丹的 希望在那个评论区给我留下言 看看我们的鉴定是不是对的 如果不对的话 您认为是哪一个品种呢 所以我就特别想知道 因为我移植过来的时候 我把标签什么的都弄丢了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它的那个正确的那个品种 其实我十几株的话 我一共就移过来四株 然后这里还有另外一株的花 是有一个花苞 我留着它 因为就是想看看花 鉴定一下是什么品种 然后这一株的话 今年是没有花苞 就看不到了 然后这株有好几个花苞 我其实都已经输过蕾了 但是留了几个 来看一下它是什么花形 花色 然后来鉴定一下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这四株移过来的这个牡丹 是什么样的品种 希望有懂牡丹的 特别懂牡丹的品种的 给我一点意见 这个花还是粗花 我感觉就是开的还不是很好吧 对吧 希望明年能更好吧 我这个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中原牡丹 我还是比较喜欢 好谢谢大家